民眾急套詐 上市場要買雞蛋 沒想到手腳還是慢了點 雞蛋竟然被搶光了 主雞蛋 又也沒了 還是買不到就對了 還是很缺 八點半把 八點半把 因為蛋液很缺 拿不多 但少就算了 雞蛋還漲價了 彰化雞蛋市場零售價 三月十四日一斤四十五元 短短一天三月十五日變四十七元 假使賣到北部 加上運費 蛋價會更貴 雞蛋貴 民眾怎麼吃得下 農委會獎勵蛋農的補貼措施到期 等同沒了美台金三元的飼料補貼費 直接反映在銷售端 三加二的 補償到今天三個十五 所以現在來兩家 就是說這禮拜蓋一個兩塊 就比三十八塊半 沒了飼料補貼費 十六號開始 飼料每公斤還要再漲零點五元 雞蛋生產多出來的成本 當然就是反映到價格 羊毛出在羊身上 民眾想吃蛋只能多掏一些錢 記者 陳盛偉 韓智希 王世函彰化 採訪報導 水塵生成機 可以及時補充抗菌液 而且三分鐘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塵 一瓶電解液 可以生成兩百公升的水塵 與病毒還有細菌作用還原成水 所以是不沾害環境的 一天使用兩百次也沒有問題 可以上快點購下單購買